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伯 我是文 我是嘉純 今天要介紹幾個適合情侶約會的景點 我們還因為這樣,大家都算情侶裝出來演這部戲喔 沒錯 就一起看下去吧 這邊是位於南國江戶東京國務館 很適合喜歡歷史的情侶 來感受一下江戶時期東京的氛圍 因為這邊的建築都很精緻 所以很設計拍IG照片喔 到這裡約會不怕沒話聊 又可以增加歷史知識 這邊啊,我覺得能夠透過拍照行動增加男女的親密 我們現在來到適合小資情侶的神樂版區域 那這邊呢,因為又被稱為小法國 所以這裡的街道啊,很浪漫的運氣 適合情侶來這邊散步 在東京你想要享受法國料理呢 晚餐動輒量三萬日幣以上 但是你可以選擇中午的套餐 享受一下浪漫的情侶午餐 在神樂版的小巷子裡面啊 有很多適合拍照的好景點 所以你可以來這一邦 因為拍出美美的IG照喔 神樂版的喝果子店也很有名 男朋友呢,可以買可愛的喝果子 和女朋友邊散步邊吃 想要參訪東京九大日式庭園 又不想要佔據太多的行程時間 就可以到小石川後樂園 這邊是園藝系情侶的約會景點喔 在這個地方除了可以跟另外一半 欣賞庭園造紙以外呢 還可以學習一些人文歷史喔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景色 可以和另外一半約定 我們下一次來看枫葉 或是春天來看花 或是冬天看雪 這裡是適合文青系情侶的清晨白河 有特色咖啡廳、懷舊商店街 以及適合散步的巷弄及河堤 假日的下午啊 這邊人也不多 帶著文青系的女友來這邊 看夕陽喝杯咖啡吧 推薦大家在寧靜的小巷子裡面 享受東京南德悠閒的氣氛 推薦大家在寧靜的小巷子裡面 享受東京南德悠閒的氣氛 只是喝杯咖啡也想要和男朋友到清晨白河的咖啡廳 我們現在到了冰松町 World Trade Center 40樓的Seaside Town 東京有很多可以看夜景的觀景台 但是會推薦這邊是因為遊客比較少 而且還有情侶雅座 用360度的夜景圓滿你們之間的回憶 利用東京的夜景來駐公園的浪漫史吧 以上五個就是在東京市河情侶約會的景點 情侶們趕快來規劃吧 我是東京市河橋的韋恩 我是嘉純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 вд歹 假的 謝謝 謝謝 小燕